还要来关心美国的前总统川普在卸任之前 把小米等中国大陆的企业列入黑名单制裁 先前表示没有受到影响的小米 现在呢做出反击咯 在1月31号在港交所公告 说已经针对不实指控控告美国的国防部跟财政部 并且在控告中补充 说投资限制将导致对小米立即而且无法弥补的伤害 不过呢这个消息呢 小米的股价似乎没有受到影响哦 在1号上涨了2.05% 收在29.8港元 走进房间手机自动充电 便利的技术再也不是幻想 中国科技业者小米宣布已经实现隔空无线充电 另一方面对于美国禁令 为了维护用户合作对象以及股东权益 做出强势反击 小米31日晚间在港交所公告 已在美国地方法院控告美国国防部和财政部 虽然先前曾经发出公告强调美方禁令对公司营运不会造成影响 不过小米在投诉中表示 最重要是我们动作快乐 尽力风波未平不过小米股价似乎没有受到影响 一日上涨2.05%收在29.8港元 根据平面媒体引述网友留言 有人表示就算雷军强迫他把股票以40元卖出也不会卖 还有人表示会继续逢低加码 业内人士认为面对美国政府打压 小米没有坐以待毙 反而主动透过法律诉讼和美国政府展开对话 其他美方能够负责任妥善处理 记者刘志柔 严连凯 台北采访报道